大家在主里平安,感谢张美祖,现在西方已经是星期日6月7号,那东方已经进入了下午,那我们越来越接近要回家,我们真的要回家了, 所以前几天,上个星期看到异象,就是跟我们讲到7月14号,15号回家,神给整个7月的智力在家,6月最后的3天,全部给我看到,而且这个异象不只是一刹那,它是留在那边好几秒,给我看的一清二楚,然后才消失,差不多有5、6秒钟, 然后7跟8的下面,就是7加7就是14,然后8的下面就是15号,它就发14、15号那两天没有看到,它就发出很亮的光,然后我就问主说是什么意思,然后他给我看这个光的后面,就看到星天星地,那一段走廊到另外一段,大家都知道我每一天都可以看到, 那比起眼睛就可以看到星天星地,那一段走廊到另外一段,有常常都可以看到那边守门的那个God,还有一个就是有时候眼睛睁大大都会看到,那天堂的光照在我的right eyes,就是右眼,越来越亮,所以有时候非常不舒服, 但是还好过,有时候过了一两天就比较好,现在就比较好了,那天神奇事给我们那个智力的时候,我的眼睛非常不舒服,好几天,通常是这样,经过这个考验,好像我们每一次都有考验,对不对,什么时候好像5、6号啊,什么时候要经过考验, 但是又没有来,所以那时候我的眼睛就要非常不舒服,好一段子,所以过一个台阶又一个台阶的时候,我的眼睛就有一个反应,但是感谢主前几天,昨天开始比较好,看到那个智力之后,就是好几天真的非常不舒服, 我的眼睛整身都是一样,但是这一次我们真的要回家了,谢谢Kelvin帮忙我们Upload在Ut里面,谢谢TD华强先来的灵命之较,也谢谢Kathryn看到的梦,跟你想跟大家分享,谢谢神派来这个Kathryn来帮助我,也谢谢当然谢谢在场的梦, 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继续我们一起行走,在这一条路上,完成神的旨意,好,大家继续努力,谢谢Kelvin常常也跟我们分享,他看到的意象,还有华强弟弟,每一天都记得生来灵命之较,更要谢谢的就是大家在场的每一天都有听完这个神给我们的信息,要记得你听的时候,这个神的力量,圣灵就在这里,每一个人都继续我们一起行走,在这一条路上完成神的旨意,好,大家继续努力,谢谢Kelvin常常也跟我们分享,他看到的意象,还有华强弟弟,每一天都记得生来灵命之较,更要谢谢的就是大家在场的每一天都有听完这个神给 希望你心中引导着你,带领着你,而且祝福着你,而且给你力量,这个力量就带你回到新天新地那一端,所以大家继续努力,希望大家向家人,家中的亲戚朋友们,继续传这个天国的福音,因为天国禁了,希望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禁天国这个福分,在这个贝提当中 那这次贝提是围绕小孩子,baby们,然后我们这些准备好的也跟着他们回家,那就是主耶稣讲过,让这些小孩子们来,因为他们属于天国了,在审判还没有真正的降下之前,这些小孩子,baby们一定要回家,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属于这个万罪的世界,他们不属于审判下来的日子,所以他们一定要回家 还有主耶稣说,当你看到五花果图任牙的时候,你就知道夏天就要到了,好,大家继续努力 那Catherine跟大家分享的伟金放上去,还有她6月6号,是东方的6月6号,她看到很,梦也梦到很多,看也看到很多,所以就分成三段的跟大家分享了 好,那刚才她有给我信息说,她有看到一些的意象,当时没有6月6号,哇,很多6月6号,很多就好像每一次星期六就看到很多意象一样 好,大家继续努力,那今天黎明之良,我就读一后面的半段 就是这边是讲到真言第四章第18节 那就是一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亮,直到日五 我就读后面,半段,后面的一半 不当神喜悦一人,要试给他今生跟来世的福分 今生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来世就在心天心地的福分 而他心中也有平安喜了 因为良心无愧,对神对人都可以躺廊 不怕任何报应,也不会感觉到羞耻 因为不做任何不义的事 所以没有因为罪恶而来的痛苦跟防忧 因为没有不正之心 没有不正之心 没有贪念 贪念念 没有内心集体 所以没有这些呢 内心就集体平静 开朗 那一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 好像早晨的太阳 很早早的,很清爽的,很舒服的 越照越明亮了 直到日五,直到中午 中午的过去就下山了 慢慢的下山了 那二人却好像江长之灯 那个灯就要毁裂了 飘浮之云,飘来飘去的不久就要消失无中了 所以我们要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亮 直到日五,直到中午 好,这就是一人的路 我们每一天记得要远远的感恩,远远走真一路 远远牵着主耶稣的手,走到永恒 永远的爱神爱人 我们要记得爱我们的上帝 全心全力,全心全意 去爱我们的上帝 我们爱我们的亲戚朋友们,灵神们 就像爱自己一样 我们要别人怎样对待我们 我们也要怎样的对待别人 好,那到这边呢 我就,我先分享那个Catherine 梦已经伸给大家了 可以听到她跟大家的分享 那我就解释她看到的意象 那她看到的意象呢 有这个什么 我明天忘记,忘记放她的图片 当时我有把它画在我这个journal page这边 那我就从这边解释 明天才有一段 差不多12分钟她分享的 看到的意象 那个我明天才放下去 那我就解释上半段 就是她 好,她在梦中呢 她有看到堡垒 哇,白色的堡垒 从来没有看见过的 大家希望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堡垒 对不对 OK,还有看到汽车 哇,成昂贵的汽车 这是我之前好几次看到的 非常昂贵的汽车来接我们 还有,因为Catherine是21岁的年轻的嘛 所以有时候就喜欢这些比较有趣的东西 所以有那个game game就是游戏这些 所以Catherine的梦呢 可以讲说是给年轻人看到的 也不是说爱慕虚荣 也不是说就是汤炼车什么 不是她的意思 上帝的意思就是给Catherine看到这个梦 跟年轻人讲说 另外一端有更美好的一面 有更美好的人生 所以不要贪恨这个世界 其实他的梦非常非常的清楚 他讲的非常的清楚 可以看到这是从神而来的 通常不是从神而来的 不会这么清楚的 所以大家好好欣赏在另外一端的情景 好,那我就分享他看到的意向 他起初看到一个人 先看到他的亲亲就是 头那边嘴巴下巴的下面有看到字 然后他鼻子有字 然后额头那边又有字 那他看到额头那边 Bible的时候 下面两个就弯掉 那不要紧 通常会有这样的现象 所以意思是神说 你把这圣经要牢牢的记载 记载哪一脑海中 OK,圣经要牢牢的记住 圣经里头跟神跟我们讲的话 要牢牢的记住 所以为什么我们又回去圣经 从创世纪 其实是从出埃及纪 但是我们现在创世纪也听了 创世纪 然后就到了埃及纪 对不对,出埃及纪 然后就到了利未纪 利未纪过来就是民宿纪 民宿纪过来就是生命纪 生命纪过来就是耶稣 耶稣纪就到四世纪 就今天我送给大家的是Judges OK,四世纪 那创世纪是Genesis Leviticus是利未纪 然后Numbers是民宿纪 Tuteronomy是生命纪 耶稣亚就是Rosha 然后Judges就是世民纪 好,大家好好的欣赏 要记得圣经里头的教导 好,那我就分享 昨天看到的意象 我就从第一那边开始 是这样,这是5号的 6月5号 然后6月5号这个白色的箭头 在红色的四方格里面 OK,出现上次 最初有两次 就是出现 然后第二次它就出现 它就变得越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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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变大的 就是说我们的时间是越来越近 要回家了 然后下午的时候又再一次 因为我忘记了 忘记记下来 所以神又提醒我 又再画下来 好,不是又再画下来 还记得 然后就记得前面有两次看到 现在看到第三次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 已经上次 前天上次跟我们讲 所以大家一定要准备好 那我现在跟大家分享的意象 就是昨天星期六看到的 那现在已经西方已经凌晨6月7号了 那接下来是6月6号早上 是看到蓝色的 里面是白色的 白色就是回天国了 白色圣洁回天国了 那在外面一层就是蓝色的 蓝色就是天国 然后又在外面那边是白色的 就是圣洁了 圣洁 好 这箭头 那主耶稣来的时候 是从东到西 所以我们要去迎接主耶稣 所以这个Aros向着东 那第二那边呢 是昨天凌晨看到的 我们的手 就很近很近这个意象 然后神的手就来牵着我们的手 来拉着我们的手上去 那Aros就是箭头 到了时间到了 我们上去 神抓我们的手 带我们上去 主耶稣带我们上去 那主耶稣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主耶稣也就是上帝 所以我们的上帝 是三位一体的上帝 天父天子圣灵 而圣灵呢 就是天父天子的灵 他们是三个成为一个一体 就好像我们在教会里 我们整个世界的教会 我们是一体一个身体的 不管你是天主教 为礼教 还有其他的SIP 或者是community这些 全部呢 increent这些 都是在神主耶稣的肢体里面 所以就是一个体 一体一个肢体 那我们是有各个人 各个教会结成的 那三位一体也是一样 有天父天子圣灵 结成的一个体 一个体字 一体 然后接下来就看到眼睛 这个眼睛真的很像我眼睛 我也相信是我的眼睛 那圣灵说是我的眼睛 就是我的眼睛之前就一直看到 一项是我的这边 right hand side的眼睛就是右眼 那昨天早上就看到左眼 因为我的左眼当然也茫茫的不清楚了 就是看到世界的东西 当时看零件就很清楚了 可以讲说越来越清楚了 应该是这样 好 那我就看到这这只眼睛呢 他就变成会发亮的 ok 他的眼珠会发亮的 发亮的光 然后接下来第四那边 为什么会发亮 因为是天堂的光照在眼睛 眼睛所以会发光 那第四那边 大家都知道我的眼睛是24期能够看到走蓝到另外一端 可以看到他们在公园里面走路这些 有时候就很近到他们那一端看到 然后 那接下来是看到208 那我讲到Catherine的 忘记这样去 Catherine有看到203 我就看到208 2就是回家 知道在6月4号那一天 说2就是回家 对不对 2也是在12点的单位 那12加4 加2就是14号 我们西方14号 0就是到0了 然后8就是加 好 讲到这边 我又回去Catherine 我本来是要讲Catherine的 对不对 看到的意象 那Catherine呢 也看到2点03分 就是说星期二星期三就是0了 那就是7月14号星期二 7月15号星期三就是0了 0就是回家了 也是只剩一只给我们看到的意象 2323 还有17 OK 17他之后也有看到16th 17th 18th 19th 16就是i to home 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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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家 回家 17 18 19 我相信这个是说到家 然后 到家 16号 7月16号已经到家了 17号已经胜利 一切胜利在家了 然后18就是一个结合跟主耶稣的结合 这个有两方面的 18也是不好的结合有好的结合 跟主耶稣的结合就是一个新娘新丸的结合 然后有一个bontage bontage就是跟魔鬼撒钢跟罪的结合 当时我们是跟主耶稣的结合 那19呢就是永恒了 19199给我们看到199也是等于28 2就是吐去 然后8就是家 所以199就是永恒的家 永远在天国了 好17就是胜利 所以他又看到17好几次 看到17 17就是胜利 我们就胜利了回家 那一个10一个平 10就是死之家 就是主耶稣 就是基督 平就是基督给我们的平安 主耶稣给我们平安 OK 主耶稣给我们平安 10也是可以代表圆满 1010 就是圆满平安 OK 1313就是停止 停止我们也知道是7月13号 就是停止的等候 那14号就是等着回家 15号 东方15号 那13呢 也就14 他先看到了13 然后看到3 3就是星期三 就是15号 对不起啊 13是停止 我们这边停止 那东方当然就要进入14号 但是 3就是星期三 3就是星期三 就是东方的15号 那就是了 3也就是了 OK to finish 好 然后又看到 s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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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南方 提示给我聪明智慧就是说 是什么 south south OK some of you to hold 就是说不是全部的人 都会被提 OK 上一些的 你们的一些人 会回家 那当然这边我相信不是讲到我们这一大群人 其实我们这一大群人可以讲说是希望全部都回家 OK 有准备好的都回家带着三件礼物就是信心爱心与盼望啊 那这边当然我相信是讲到整个肢体 主耶稣的肢体就是从部的教会从部的基督徒当中 只有一小部分 some 一些 some of you to hold 只有一些人回家 然后下面他有看到tup tup tup就是浴缸 冲凉西方国家人 冲凉有那个浴缸 东方也有 tup就是浴缸 浴缸 然后a 然后s 然后又下来 天堂下来 那什么意思呢 tup当然是冲凉了 所以要洗得干干净净 天堂下来我们就上去了 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讲说神给Catherine的一个分享是一个祝福 是一个祝福 就是sharing to you is a blessing 我就是有一点这样 但是最重要是讲到要清洗神一直也 给他看到异象一定要洗得一缸一净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听神的信息 当我们在听的时候 我们离离内内都在清洗啊 然后又加圣经上的经文这些 好 那我们回去第四那边 那第四呢 就是之前有看到10点11点12点1点2点的单位 这个这个时钟 然后有两条针是指做11点 一个时钟11点一直指着1点 那个11那边就是13号 13号就是停止等候了 那14就西方回家 东方就是15号 好 那在6月3号哪一天也有看到这个时钟 中在12点的单位写着2 2 答案12点是12 再讲2就是14号 就是配合看到的日历 那第五那边是有这个好像风格这样 然后写着2pm 2pm是什么意思呢 2就是回家 OK就是回家 也是星期二 就是西方星期二下午回家 他写pm 那这个2呢就是讲到回家 那也是2加12 就是14号东方 西方的7月14号下午回家 好 接下来有看到 主的大拇指 左边的大拇指 然后上面写着6 6 然后好像6点 然后2又3 就是6就是喜乐 OK 喜乐之前看到一下好几次 就是一两年之前都看到了 Joy on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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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y就是喜乐 6是什么 6就是星期二星期三 好 就是星期二星期三 所以喜乐在于星期二星期三 然后有听到声音说 又讲二又讲三 又讲二又讲三 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二跟三是同样的一天 OK 只是地球从东到西相差了一天 因为太阳的关系 那又讲二又讲三 就是说 二就是星期二 三就是星期三 就进入喜乐了 好 喜乐的天国 那接下来又再看到二 然后有在东方那边 上面那边有红色的光 很强的这样发射过来 很强的光发射过来 大家知道 这就是大日子到了 就先给我们看到 到时候又会看到 应该会看到 就是天堂的天门开了 我们天堂下来 我们上去 那二当然又讲到 刚才讲到7月14号 西方东方就15号 好 那个红色的光发射下来 不是说一刹那 它就慢慢的这样发射过来 然后又收回去 OK 好 接下来是对不起 画得非常不像 就是主耶稣 他的手里呢 拿着一个四方角的 小小的notebook note pack 就是一张子小小的 那是有一点 哪有色的 那在大家记得 4号 6月4号 哪一天就看到主神的 主的手里 拿着一个小小小的一个 好像两寸到两寸的 这个note note pack 就是你写下来 note就是什么 叫你把它先写下来一下 然后再把它画下去 这个note note 所以要把它note到 就是其实 这也不是跟我跟katrin讲 就是叫大家要注意 大家要注意 叫大家要注意 好像大家现在听着的时候 你就可以记下一些重要的东西了 就把它记下来 所以希望每一个人都会记下来 然后呢 大家有没有看到12那边讲到论文 什么是论文 就是你把它记下来 OK 大家现在是第八那边对不对 有没有看到1212在上面那边论文 就是说你把它note down 已经第二次看到这个小小的notebook了 note子了 那你把它记下来 记下来 然后跟别人讲 跟别人分享 来做一个讨论 可以做一个讨论的 如果有些不明白的地方 可以问我 问Lily好不好 所以大家神已经前天 昨天以及前天已经跟大家讲了 要有这个写下来 这个note 然后也给昨天给我看到这个论文 我们又看到一次这个note 就是跟大家讲说 重要你把它写下来 跟人家分享 OK 这是神叫大家呼喊 叫大家做的工作 希望大家都有做 然后跟别人分享 叫阿金你可以打电话回家 去你爸爸妈妈 你爸爸阿姨那边 OK 还有跟你妹妹他们分享 要跟他们联络 跟他们分享 Isaac你要跟你的朋友们分享 OK 所以还有每个人都应该做完这个工作 好不好 希望大家都做完 那就有双倍的奖赏 好 好像Catherine看到堡垒 对不对 堡垒这个一定是在新的耶路撒人里面 里面 好 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进入新的耶路撒人 还有一个Catherine也有看到 我忘记写下来 就是平民区 就是一个公寓这样 平民区 好像在斯布西布加亚这样 而且他屋子里面 他都只有房间 一间一间又没有门 只有布盖起来这样 就是说希望我们每个人过去 OK 都有好的屋子住 对不对 不要进入这个公寓 公寓只是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 连门都没有 但是会进到另外一端 所以希望大家 OK 准备好自己 那接下来就讲 讲话的讲 当时新的写法 又不是新的 也不是旧 是半新半旧的 就好像New Testament Old Testament Old Testament New Testament 那这边有九话 神画到这样 那是九话 其实他这边可以翻到一个圆 圆就是讲话 上面是 我忘记去查查了 像一个钩这样 有很多十字架 四个十字架 又有下面一个1 然后下面一个门 就是进门了 好 讲话的讲是 十七话就是胜利 那这边画的只有九话 九话就是胜利进入永恒 永恒 九是永恒 那是以前的写法就是十七话 十七话 胜利 然后这边神话 写的就是九话 就是进入永恒 那时候我写到这边的时候 那是十二点零三分 刚刚中午过 就看到十三 OK 我自己眼睛突然间闭起来 就看到十三 十三也就是停止了 就胜利停止了 进入永恒 好 那接下来是看到 昨天早上看到 这个杯子 黑色的杯子 蛮大的杯子 黑色就是代表 线上自己 然后里头呢 有写着 紫色的数字 123456789 这样写 那我就不能够写到全部了 那紫色的纸就是去见王了 就这些日子走完之后 就去见王了 我相信这个杯子 应该是七月的杯子 好 接下来十一那边是一音信 OK 一音是十二话 信是八话 就是一十二八 一加十二就是十三 十三就是停止 停止八就是加 如果你在看这个音这个字 有一个耳朵 上面是灵 灵 然后就一个云 就是有耳朵呢 有耳朵呢 就会领你到天堂 到天国 云就是在天上 对不对 有耳朵听着人 OK 神 圣灵就会领你到这个营中 与主耶稣相会 好 就有一个新的开始 也没有看到了 这个上话是什么 我忘记了 到时有生就是新的人生 新的人生 好 接下来大家看上面的十二就是论文 我讲过了 之后就看到七一一六 对不对 七就是神圣的王者 十一就是背体 六就是进入洗了 OK 好 接下来一七七就是七月七日 然后面有一个七 七月七日再加七就是七月十四号 就是云了 云也是云菲利逊是红色的 就是云了 那东方就是十五 那接下来就看到这个Processor Processor就把它搅 搅太搅肉的这个 这个搅 所以我们在神在磨练我们 搅也是一个磨练 磨练就是磨练的我们 已经到最后了 所以我看到这个Processor的下面 它的底端那边 OK 底端那边 好 就是磨练要云了 接下来就是这个圆圈 然后在六点跟五点的单位 中间写着青色的十四 之前也不是看到那个意向 橙色的SF56进入标杆 所以呢 就在五点跟六点的单位 那边中间那边写着十四 那边六点六五就是 五到六的中间就是十四号 六跟七的中间就是十五号 所以神写着青色的十四就是正确了 看到的日历是正确的 那时间是八四四 八就是加 八 然后四四后面也是八 八八主耶稣的数字是八八八 耶稣就是八八 然后又看到天上 其实是两个意向 天上 然后又看到意向没有了 是什么意思呢 给我聪明智慧 就是说已经回家的人 他们没有在天堂里 他们没有天堂 因为天堂是上帝的住所 ok 上帝的住所 以及天使精兵们的住所 但是我们人呢 就要回去天国 就比较 其实根据我所知道 天国是在天堂跟这个地球的中间 ok 天堂 没有 天国是在天堂跟这个地球的中间 那我好多次带到河流的中间 然后就上去有一条路啊 是上去天堂的 从那边也可以来到这个地球 所以我相信我们这些比较准备好的了 可以这样讲 就能够以后很有可能又回来这边 打最后的战争 而且呢 不一定偶尔偶尔神也会派我们回来 启示给这边 这个地球的人 因为我们毕竟有这个身体嘛 上去 又下 也可以下来 如果神允许的话 这个要到河流 就是要有神的允许 才能够上去下来 好 好 就是说天上没有 没有圣徒啊 人的都不能够在天上住了 不能够在天堂住了 一定要在天国 就是新的地球 新的天空 ok 所以没有了 大概就是神跟我们讲 因为之前我是看到一群一群的下来 这个天 从天堂下来天国 那大概今天就跟我们讲说 已经重复都下来 就包括那个摩西啊 包括耶稣啊 他们全部都下来了 好 接下来是看到十九那边 是看到天堂那边闪了一道 观中间那边闪了一道 然后就看到一粒激荡 那就是说到时候天堂 会天空上会裂开 ok 天堂天国那边会裂开 天空会裂开 然后就新的生命上去了 上去就新的生命 激荡是代表新的生命 好 接下来就二十一 有没有看到二十一 二十一是这样一个时钟 在我前面 就是圆圈 然后九点的单位 它中间会发 发红色的光 然后散出去也是粉红 也是红色的光 红色的光 就散出去 然后一直散 一直散散 散了好多次 然后又在四点的单位 又出了一个圆圈的光 跟刚才的九点的有点不一样 九点这样散出去 散出去散出去 然后这样另外一条是到四点 四点的单位是圆圈的红色的光 OK 然后又五点红色的光 我相信是讲到四点五点很有可能 四也是十四五也是十五 那很有可能说东方就是四点 西方就是五点 前天不是有看到写着三 然后四am对不对 那应该是早上四点 东方早上四点 然后我们西方是下午五点 然后之前有看到一下写着intercept 那这边就是intercept了 对不对 因为怎样呢 我们东方是十五号 对不对 十五号 那十五号呢 就在四点的单位 OK 应该是十五在下面五点嘛 那是没有 OK 就是东方十五号在四点的单位 那我们西方呢 是在五点是十四号 十四号在五点的单位 所以是一个intercept 是一个intercept 就交叉点 有一个交叉 那十四号加十五号呢 也就是二十九 所以之前一直看到二十九 蓝色的字二十九很大的 对不对 所以昨天有聪明智慧 这个二十九就是代表十四加十五 就是二十九 那之前神有说要把数字加起来 对不对 好像五加六等于十一 接下来是怎样 我就看到我们这个大门 OK 楼上 楼上 二楼 可以讲一楼 我们之前是最低的 我跟我先生住在最底层的 那上面呢 就是大门那边 大门 有玻璃门 能够看到外面这人走过吗 有一个走过来 然后他开了这个大门 大门他就走了进来 走了进来 他个子很高大的很高大的 但是他的脸遮盖起来 很有可能代表主耶稣 因为他的高度像主耶稣 而且体格就是像主耶稣这样瘦瘦的 然后他穿的穿绝 他有放一个hook 头上一个hook 然后身体是白色的 带有一点点奶油 白色是白色 然后又有一点点的黑色 然后所以他就进来 进来了之后呢 这个一下就没有了 然后就看到一个baby 带baby吃饭的 在椅子上 一个baby 没有看到是我的孙子 就是一个baby 然后呢 这个baby就在那边 他穿的衣子是蓝色的 蓝色就是天堂 天果了 然后baby的旁边写着一个字 Away Away 这主耶稣来了 借baby回家 就这么清楚 然后大家继续努力 要记得为世界祷告 为家人、亲戚朋友们祷告 也为自己祷告 也为这一大群人祷告 还有一个就是baby 这一次不只是baby baby跟孩子们、小孩子们 我希望是到十岁 当个根据我所知道 一定肯定到八岁 八岁以及八岁之下 那我也希望到九岁、十岁 这是我们继续求救 好不好 大家继续努力 我们真的要回家了 Amen